干什么 你先收着 哦 贫僧知道的不多 当年也不过是拗不过太上皇 答应替他保管这个信物 等郡王大婚三天后送过来 如今贫僧事情办完 就不在这里多待了 傅小施主 能否出来与贫僧先谈几句 我出去送送大事吧 你们聊你们的 傅招宁送池臣大师到了外面 他就站在那里 由着池臣大师拍了他的头顶三下 他一时间有些恍惚 忘了自己在哪里 身边是谁 周围的声音好像都消失了 不知道过了多久 池臣大师的声音才响起来 小施主 听到了他的声音之后 傅招宁眼前瞬间清明 又看清楚了他的样子 大师 你就是去外游历了一趟 这里才是你的归处 好好的 池臣大师说完了这句话 又嘀喃了一声阿弥陀佛 然后转身离开了 傅招宁正了一下 望着他的背影 他突然觉得自己的心境 有点不一样了 之前他好像是在代替着 傅小姐的身份过着 他好像是这个时候 才彻底地融入了这身体 他就是傅招宁 傅招宁就是他 他快步出去 想要追上池臣大师 再问清楚些 却只看到一辆朴素简单的马车 远远驶离了 傅招宁莫明地觉得 池臣大师这次来最主要的目的 就是来敲他三下 池臣大师知道我的身份吗 他进去的时候 里面的人却已经出来了 请王妃 告辞 等到他们离开 他快步跑进了厅里 要等护家和庆家把信物送来 还需要一些时日 到时候本王身边还是得有个王妃 所以 和离或是休妻之事 不用再提了 既然暂时和离不了 那你活着先 我不想新婚死丈夫 替本王拿到血腥残 本王可以替你做时间事 成将 把他送回房 这次要全身行针 是 去准备两盆热水 干净的棉帕 准备一坛烈酒 油灯 还有 让红桌和粉心过来 嬷嬷拿纸 我念个方子 你们速去取药 是